這次我知道我們可以邁出第一步了 為什麼呢? 就像剛剛里長說的 我要改進我的語言 只要我改進我的語言 各位其實都知道 真的可以啟動了 好 先說 先回應你的問題 里長說 假設我們專探出來的資料 跟里長手上有的資料不一樣怎麼辦? 答案是 答案是 我不必回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是做報告的人 環評委員的標準 比這個會議是任何人都還高 好 交通 剛才這位朋友說 我先說 任何一個公共建築 它的停車數量 是有規定的 然後呢 在環評的時候 都會說 太少 太多 所以我是報告人 我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剛才那位朋友說 我這個到底是 環評之後還是環評之前 答案是 以上皆非 因為經過幾次討論以後 會有一個方向 比如說到最後 那個是 有 100戶 有 3種功能 經過很長的環評之後 也許 100戶會變 80戶 功能 ABC 會變成 A跟B而已 因為這是個公益制 第三個 我為什麼有資格 先做初期的規劃 因為 我本身在業界的時候 為了一個案子 走過五年的環評 好 回到環評 我開始在做那個案子的時候 那是公共工程 甲方是教育部 所有的委員 你聽過的 最嚴格的 我都是一一對他們簡報 好 那些人 不是我的甲方 我的甲方是教育部 各位 門關起來的時候 我的甲方會問我說 怎麼樣可以審去環評 這個過程 我分析以後 我說 最好不要 好 我剛剛要 我要替 兩位議員 陳述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是 他們 這兩位議員 他不是甲方 他也不是乙方 環評 其實 我認為他們不知道 可是 事隔多年 大家知道不知道 貓空沒有環評 貓空纜車沒有環評 你知道我為什麼知道嗎 其中有兩個站 是我在業界的時候做的 門關起來 拍桌子說 拍桌子說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要連任 我不要環評 好 老公沒有環評 我大點忘了還有媒體在 好 我要講 反正我們今天了解 我們今天了解 拍桌最大表情 好 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的 回到那個事情是 事實上 這是三塊地 它的面積小於X 答案就有了 好 市長自己說 不可以規避環評 可是 各位 如果都發局想要規避環評 你們 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怎麼規避環評 所以我才說 其實 我們這一群人 真的想要把事情做好 那整個來講的時候 我要說的是 這個計畫 當然還不完美 因為它還沒開始 然後 這位先生 剛才說以前社會局退球的那位 好 衛生局 衛生局 這句話 談到這六棟 品宅 要不要猜 你相信不相信我們可以辯論 三年 我們什麼都不要做 就來辯論這六棟 要不要猜可以辯論三年 絕對可以 但是我不要告訴你我心平的意見 因為我不投票 我不投下內票 可是是文化局集 一群人 整個走過去以後 他說了 ABCDE 這個網路上看得到 那突發局要做的事情 各位放心 絕對 假設要留下一棟 不是養老鼠的 到最後你會看到 它有適當的功能 那也今天也先還不用討論這個事情 好 整個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是這樣子 回到今天有個最尖銳的議題 因為政治上的承諾等等 其實今天在議會 有一位議員 公開的問 我相信你們可能在電視上也看到 要求市長 不要做四年 想八年 做八年 想要到人海路另外一邊上班 市長說 是的 這就是 他就要先把四年做好 那我現在講的事情是 真的沒有所謂的 兩萬戶五萬戶的緊箍咒 即使真的有想要 一件最基本的事實 是 台北需要公共住宅 能不能做得好 我們都在歷史的一部分 是兩千八 還是兩千四 還是一千四 我今天可以告訴各位 我知道了 他會少於兩千八 但他可能會大於一千四 可是那怎麼會是我說的 怎麼會是你說的呢 它是我們一起說的 還有環境委員 還有督審 還有督委會 所以呢 也許 大家可以開始做第0個決定 要不要開發 如果 有人想要 那我覺得 我聽進去以後 我會 我跟我的團隊們 包含社會局 我就不能忍受說是 杜發局欺負社會局 其實杜發局真的很 跟社會局一起 要把這個事情做好 陳議員上個禮拜 清楚的跟我講說 這裡要做一個 除了公共住宅先不談 那一定要做好 要做一個讓世界上都知道台北有一個那麼好的社福中心 我聽了我精神就來了 意思就是說 那我要多做一件事情 這裡是一個社福最好的社福中心 加上品質最好的公共住宅 這不是吹牛的 什麼叫品質最好 還有時間 給我們時間 好 我想是這樣 第一個 的確這些資訊會上網 然後呢 可以接受公平 那本來就是應該的 呃 正願意不是 有嗎 謝謝局長還有主席 我想今天這麼多我們民眾的意見 我想是不是拜託一下局長 就是說 對於這個六棟拆除的部分 我是希望說 不要只制裁北側 因為將來如果說你只要留一棟的話 我想其他你就先把它拆掉 因為據我了解北側如果拆掉的話 大概只能安置大概一百 二十多部的汽車而已 只有一百二十多部 對我們林民來說 可能是不夠實用的 那如果說你將來你其他的你要拆掉 你不如你一次就把其他的都拆掉 不如有些都拆掉 只留你將來可能不拆的那個部分就好了 把這個整個把它弄出來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呃 我這個報告裡面有看到就是說 將來你這個開發 老實講你的道路的服務品只是在低級 在低級 各位 我們道路的服務品是A B C D E F 最爛的那種叫F級 可是現在我們蓋出來的標準 在道路服務的品質上面是低級 我個人覺得是 這個是我不能接受的 好不好 因為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現在有什麼 我們將來再蓋了以後 我們不能少於現在的標準 對不對 比方說我們現在擁有的綠地平均使用面積 我們有15坪的話 你將來蓋出來不能低於15坪 你只能高於15坪 因為政府的責任就是 讓我們的人民生活越來越好 而不是越來越佩固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還有就是剛剛有位朋友提到庶群的部分 我想局長也一定要記得 局長術群的部分 這個也是我一直在地方上 我們在會堪的時候我所堅持的 他50歲是術保委員認定的 可是他49歲 他就應該被砍掉嗎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講 而是說這個術在這裡跟民眾 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感情 我覺得那個東西也是應該要被保留的 所以術群的保留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術保老實講 他是最最基本的 他是最基本的 他只是定一個法在那裡 就像法律一樣 他是最基本的原則 他只是一個通則 但是我們只能高於那個標準 而不能低於標準 這個大家認同吧 我們只能高於標準 不能低於標準 所以我希望說 術群的部分一定要充分 充分把它保留下來 你現在進駐了一萬三千多的人 包括這個流動人口一萬三千多 可是你多種了多少棵啊 我看不出來你有多種樹耶 你根本沒有多種樹 而把那些樹群牽走 我覺得這萬萬不可 真的萬萬不可 我覺得剛剛有一個小姐提到說 按照建築基地再去蓋 然後就是我一直跟局長講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像我常常跟他溝通 我都跟他講說 現在全世界都是弱建築的時代 應該跟社區整個融合 而不是這樣強勢建築 這種強勢建築其實對於整個環境 對於我們的生活品質 其實是有很大的傷害的 所以我希望說 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很有看法 那我也特別請我主理 把各位的poppoint 是不是拜託一下 都給我們做參考好不好 因為我們在議會裡頭 我們都會質詢 你們的東西都非常非常珍貴 那我也覺得 我自己當議員 我也想把它保留下來 那我們希望說 局長今天民眾的聲音 希望你們都能夠聽進去 好不好謝謝 好 謝謝大家